Hello 这里是鲍鲸 这周正好有同学问我关于月季根流的问题 趁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聊一聊 真正的植物根流病是在我们的土里面的 细根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些 我们可以说它叫做小土豆这样的 是细根上面的 而不是在基部的 一般花友们现在说的是一些基部的 长了一个流字 然后说这是根流病 很严重 甚至要把整棵植物 甚至把整棵苗 土 包括盆子都要全部赶紧扔掉 不然的话传染性很大 它怎么样 但是这种位置 正好是植物跟土面的接触位置 它其实很容易会受到一些病菌 或者一些伤口的一些问题 而造成有一些伤口 然后可能 这个预伤组织有一些异常的增生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 就不规则的一些流字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能常见比较多见的 如果说大家看到了基部有流字 如果你的整体的植物 没有快速的变衰弱 叶片没有变坏 枝杆也没有变细小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先把这个流子把它给切掉 然后涂点烧菌药 而后你还是这样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这个流子会抢夺掉一部分的营养 但是它不会使你的植物恶意的恶性的直接变坏掉 它不会很快速的死亡 我还是秉承那个思想 还是希望就是植物 它如果还是可以成就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救一下 我们还是要尽量想方式吧 买进来的还是想让多活一些 对吧 行 我们下次如果还有一些奇怪的一些问题 我们下次再进行来分享 我是宝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